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柳夏慧生平未有大功绩 他做过鲁国的大夫 后来隐居相邻 自得其乐 如此平淡无奇的生平 却因一件不平淡的事情 广为传世 就是坐怀不乱的故事 柳夏慧通过此事 名传千古 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 同时 他还是有姓姓氏的始祖 尽管柳夏慧后世文明 但是在历史中 有关他的记载却并不多见 我们目前所知的信息 都从左传 国语 论语 孟子中得到 这些古籍都创作于秦朝以前 其中 有些内容记载有明确时间 另外的记载 则更像是对柳夏慧的看法 其实 柳夏慧的坐怀不乱 这还是小事情 历史上 坐怀不乱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 不 或 古人都以柳夏慧作为标榜 而坐怀不乱 并不是柳夏慧最高的一面 他最高的一面在这里 《论语》中的记载 基本是围绕柳夏慧作官展开 当时 柳夏慧在鲁国任职适时 主要职责是监狱内部的一些诉讼与刑法 官职不高 需要说明的是 当时鲁国内部已经衰落 实际大权控制在张文仲等人手上 柳夏慧性情直率 且不安政治 并不受人待见 在后来的几件事上 他不懂得奉迎权贵 由此 得罪了许多人 先后三次遭到罢免 仕途之路 频频受挫 柳夏慧心中无比失忆 回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论语内 孔子如此平道 张文仲其切未得举 知柳夏慧之贤而不予立也 一此即 张文仲是一个窃取官位的人 分明知晓柳夏慧是贤民刚正之人 却不予任用 通过上下与进分析 可知 孔子对于此事是比较愤怒的 而柳夏慧呢 尽管仕途不顺 但他的道 德学派却是闻名天下 之后 各地诸侯都以高官厚禄 邀请柳夏慧就职 皆被其委婉拒绝 有人问及原因 他说道 直道儿是人 焉往而不三处 往道儿是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一此即 我以前之所以仕途不顺 屡次受到罢免 这是因为我坚持了做人原则 如果一直坚持下去 我无论到哪里 早晚还是会被罢免 如果因高官俸禄 放弃做人原则 那么 我在鲁国为官时 就可以享受到一切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离开家乡去网易国呢 可知 柳夏慧并不在乎名利 他所在意的 是道德层面的做人原则 国语中记载内容 主要体现柳夏慧的直率一面 据记载 公元前631年 齐国兴兵征讨鲁国 危机时刻 鲁国大夫桑文重求助柳夏慧 问其退兵之法 柳夏慧说道 其实很简单 即大国树立好自身形象 以做小国绑架 而小国则需要好好侍奉大国 自然 就可以避除祸患 然而 鲁国作为小国 竟然不自量力挑衅大国 最终 惹怒齐国 导致兵临城下 这种祸患完全是就由自取 说再多的退兵之法都无用 作为鲁国一个普通官员 竟敢直截了当地批评赃文重的执政策略 这恐怕 也就柳夏慧有这个胆量与性格了吧 柳夏慧还有一个弟弟 林维展喜 在鲁国任职大夫 当时 齐国军队大军压境 鲁国当即征召军队 准备迎战 在开战前 陆西公派展喜的军营 未问士兵 古武士气 柳夏慧得之后 找到弟弟 并授予其惠敌良策 斩喜按照柳夏慧祭策 独身来到齐国营地 面见齐孝公 齐孝公有些惊讶 说道 我国大军压境 你是不是怕了 斩喜淡然一笑 道 平民百姓才会害怕呢 而我是不畏生死的 齐孝公疑惑 问及原因 斩喜回道 我是领先王之命来此 当初 鲁国的首封国军 周公与齐国的首封国军 太 公 两王曾共同辅佐天子 天子自语盟书 称其鲁两国事代修好 不可相互征战杀法 如今 盟约还在府中 在于古书 每次国家有新的君主继位 都会拿出庄严宣誓 永生不忘 可是 大王您才成为齐国君主几天 这就把盟约之事忘记了 齐孝公听后 无言以对 岁下令退兵 从这点来看 九下会还是具有政治才能的 还有一事 同样发生在鲁国与齐国之间 当时 齐国看上了鲁国的船舍宝物存顶 遂派人索取 鲁庄公并不愿意送出 但又害怕蛮横的齐国率兵硬抢 多番思存下 他决定用假冒的陈鼎代替 齐国君主早已猜透了鲁庄公的心思 当即说你 我不相信你的话 整个鲁国只有柳下会醉跃名望 性情直率 如果他说陈鼎是真的 我就愿意收下 鲁庄公为了保住存顶 只好亲自找到柳下会 请求他合伙欺瞒齐国 柳下会却说 信用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东西 等同于船舍之宝 我如果欺骗了齐王 等于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宝物 你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宝物 却要牺牲我的宝物 这事当然不能做 鲁庄公无可奈何 最终才取西式宁人 把真的层鼎送给了齐王 国语中 一记有柳下会批评鲁人祭祀海鸟之事 据记载 有一只海鸟连续几天徘徊在鲁国都城外 就是不愿离去 大夫赃文众认为 海鸟有着特殊寓意 令都城内的百姓都去祭祀 柳下会听闻后 怒劈荒唐 他说道 赃事此举就是胡作非为 成何体统 祭祀属于国家的重要制度 而制度的制定与实行 则是通过谨慎的推演与商讨 祭祀同理 任何有关祭祀的制度 必然都是经过仔细探讨而制成的典章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 祭祀只是要根据历代圣王的标准严格要求 而圣王指祭祀对百姓 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和事物 吉如后土 皇帝 瑶 顺 宇 周文王 周 武王等人 才有资格享受祭祀 事物方面 则有土地 五谷 山川 河流 日月之类的的神 才能受到祭祀 向都城外飞来的海鸟 谁也不知道他有何功德 不明白他为何飞到此处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 就随意祭祀 这实在是荒唐之举 算不得明智 最后 柳夏会猜测 海鸟来到鲁国 因当时为了躲避海上灾难 后来的史料记载 也充分验证了他的猜想 从此时看出 柳夏会不仅性情刚直 对于圣王的一致度意义之之甚强 或许 正是因此 他才会受儒家思想大为推崇 坐怀不乱这个词就如同柳夏会之名 在中国民间人尽皆知 柳夏会也正是借此 成为中国古今的道德模范 时至今日 依然可经常看到 人们使用坐怀不乱或柳夏会 形容男子在男女之事的作风端正 有关柳夏会坐怀不乱了的故事 最早源于诗经小雅香薄篇 据说 鲁国 内 有一位独居一屋的男子 在其隔壁 是一位独居一室的女子 有天夜里 风雨大作 雷电交加 女子的房子被摧毁 无处可去下 她请求临时的男子收留一晚 然而 男子并不愿意开门 挽聚了女子 之后 女子来到窗户处 说道 你为什么不愿意收留我呢 男子答道 我听闻男女不到六十岁 是不可以共居一室 你我都还年轻 所以 原谅我不能收留你 女子听后 道 你可以学习柳夏慧 用身体温暖受寒的女子 别人也从未说过 她有轻薄之嫌 男子却说 柳夏慧选择了开门 而我选择不开 其实 我就是以不开学习柳夏慧的开门 显然 此故事并非坐怀不乱典故出处 但这个故事 却是最早记载有坐怀不乱 相关信息的文献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确定 坐怀不乱却有其事 只是后世流传信息不够详实 至元朝时期 文人对坐怀不乱的故事 进行了丰富润色 如胡领文的纯正蒙求记载 陆国人柳夏慧 有次因出门寄宿在兜城门外 夜间 天气中寒 门口响起敲门声 柳夏慧开门后 看到门外是一位穿衣单薄的女子 此刻震动的瑟瑟发抖 她怕女子身体受窗 忙将其迎入房内 为了快速帮女子驱除严寒 柳夏慧让女子坐在自己怀中 以衣物保存体温 二人就这样待了一夜 直至第二天清晨 也没有发生不当之事 此版本算是最早的完善版本 后世流传的其他版本 多是脱胎于此 话说 柳夏慧隐居后 在民间招收生徒 传授礼仪 学识 十分受相连敬重 柳夏慧死后 安葬于问水之阳 树立待人们保护 如秦国讨伐齐国时 曾率军经过柳夏慧墓地处 秦王特意下令 但凡有赶到柳夏慧墓地砍柴者 杀无赦 清光续年间 泰安之县毛属云 三次修起柳夏慧墓地 并败四周 立起戒时 防止河水腐蚀冲刷 同时 他还在墓地的西、北、南三个方向各驻土地 其上种植柳树千株 中得碧玉千树 青丝万条 可见 后世的人们 无论身份高低 皆十分敬仰柳夏慧之名 现今的展挖村是一个大自然村 后来 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就被分为了前挖村 中挖村和后挖村三个自然村 这几个村子的村民大都姓展 而且 以此为中心 周围多个县的十多个村中都有姓展的村民 人口多达一万五千人 相传 这些姓展的村民都是展获 也就是柳夏慧的后代 并且 村里还藏有一本展示族谱 第一册为总谱 第二册前面有柳夏慧秀想 上面有和圣瓷奴神像图 正文第一行写 始祖和圣慧获自祭秦 鲁公族上大夫十亿柳夏市约会 生于顾县长于艳头藏于顾兆村 参考资料 诗经小雅相伯 纯正蒙求 左传 国语 论语 孟子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